褓 helmut 推我天下 没有什么新闻 当然了 最好的就是说什么 银楼茶餐厅 冯希浅的十三维渡 他他оеalt 写了一篇文章 他很真实 连大陆的食品 小粉红的食品都写出来 前兩天看見一個笑話 那個以撐警作賣點的銀龍老闆娘李海胡 在微博發文告急 說自己一直都撐警愛國 飛彈拿不到什麼游泳 還天天拍烏鷹 他的原貼是這樣寫的 有很多人說要向前看 不要再分顏色 其實由始至終我都沒有分的 在黑暴的時間 很多人支持我 近四年時間已經回歸平靜 生意真的剩到一個點 但是不要緊 一直都頂著 到現在剩下一直都還記得我的 只有食患處理茶牌 但我仍然沒有辦法 也都無後悔地支持香港警察 結果馮希健笑著地 這樣把銀龍老闆娘的告急文 傳到一個非常藍的群組 呼籲他們光顧一下同路人 以下制他們的對話 藍師傑 同路人當然要光顧 不過我不順路 找人 找人 藍師傑答嘴 什麼銀龍撐警的嗎 老實說 我從來都不去 以前不知道在哪裡聽過白汁雞黃飯的故事 雖然我不是很相信 也有心理陰影 我說不是白汁雞黃飯那間 這間叫銀龍咖啡茶座 藍師傑回覆的時候這樣說 原來不同的嗎 明天我去葵方支持一下 然後另外一個藍師傑答嘴 葵方啊 近我近我 那大家一起去 喂喂喂 葵方那間依然是銀龍茶餐廳 銀龍咖啡座在鯉魚門啊 結果 藍師B 他說 藍師A 你住油堂的嘛 順路了吧 你去試一下啊 然後藍師A沉默了15分鐘左右 傳來小紅書 小粉紅一大篇同胞的食品 銀龍咖啡茶座 真的很難吃 又顯得寒酸 怎麼說呢 連附近的居民都不光顧 除了上落的漁民之外 位於你漁門的銀龍茶餐廳 實際就是位於海鮮市場最裡面 我看到這麼多漂亮的海鮮不吃 我酒樓就在旁邊而已 特意去茶餐廳吃 我都怕被人誤會 我是寒酸沒有錢 但其實裡面的貨色又不難吃 又比外面同款的食物還要貴很多 這些服務員阿姨的態度 基本上就極其膚顯 還有囂張不戶 恨不得你一進來 放下銀兩就馬上走 費事招呼你 老闆娘 在深圳開了一間同名的茶餐廳 叫做十四億人的茶餐廳 沒多久都收拾了 味道才是餐廳的靈魂 流量熱度只是一剎那的光輝 如果不是你當初索性轉型做帶貨直播 每天都能夠保持熱度 一間茶餐廳 用失禮這樣綁住消費者的位 通關之後依舊生意淡薄 可見不是社會的問題 當然是你老闆娘經營的問題 藍絲A和藍絲B不是說近 就去盲撐的看看食評先 藍絲絲說 人家這麼撐警 我們不是應該支持的嗎 藍絲A說 你這樣說法 跟那些由朝到晚說政治的黃絲 有什麼分別 老闆娘自己都會說 她沒有分顏色的 那她撐警關我們什麼事 你家餐廳的東西不吃 學點東西不吃 不好吃不行 講賣身脏腑都沒用 藍絲B說說得好 其實我早就覺得那個老闆娘有問題 我們男人很理性的 做事實的 但是這個阿嬸開餐廳 不講賣什麼 一沒講什麼黑暴 什麼支持香港警察 一看就知道不對勁了 吃環收到投訴 就當然是做事的 政府現在有規有舉的 做什麼要怨婦這樣 上微博投訴呢 現在她自己到處說 那些黃人聽到 就更加投訴她 死蠢 藍絲絲說 統一這個老闆娘 真是撐不下 這麼蠢 拍碎我們那些男的 味道才是餐廳的靈魂 藍絲絲維繼續說 就是了 那隻空姐要學銀龍 衝出來扮開來 直球令到我們作嘔 這兩個人這麼自私 為了賺錢 由朝到暗 將撐警掛在嘴邊 搞到香港警察形象 超級 好像趙元松 前世欠了他們這樣 這些人擺明挑起仇恨 鄧炳強做什麼不出聲 你警告他們 說他們犯港干法 藍絲絲說 你做得太好了 我幾乎撐錯人 介不介意 我分享去我微信朋友圈 藍絲絲維說 歡迎 將這件事傳出去 拜拜